大家好,欢迎收看燕红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国风罗莉塔造型的头饰和服装的制作过程 今天用的是丝带来给大家制作 将丝带剪成圆形 用蜡烛将丝带的边缘烤热 用圆球压一下 这里我们做的是复古小玫瑰 大大小小的花瓣做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组合了 用超级黏土捏成底座 接下来将花瓣一片一片的包裹起来 这样一朵复古小玫瑰就完成了 为了做出层次 这里用到了深浅不同的两种颜色 用超级黏土捏成小草莓的模样 将草莓戳上小孔 等待黏土晾干后 用笔细颜料上色 然后再用UV胶封层 用紫外线灯进行照射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些水蜜桃 用色粉染色 最后用磨砂质亚油封层 这样圆圆粉粉的水蜜桃是不是很可爱呢 接下来我们再用金丝绒缎带做一些小花 因为金丝绒容易毛边 所以需要先用蓝宝树枝 上一次浆 将金丝绒剪成花瓣 再用蜡烛封边 接下来再做一些白色的小花做搭配 接下来再用丝带做一些绣球小花 同样也是需要用蜡烛封边 将所有的配件都完成以后 我们就开始来轻轻组装吧 这期的头饰做的都是单独的小簪 这样可以灵活地使用 并且在材料和工具上都是生活中常见的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哟 最后我们再用缎带和毛球做上两个毛球头饰 整个的头饰部分就完成了 这次服装的设计想要的是活泼可爱的感觉 所以色彩搭配采用的是红白的搭配 面料以金丝绒为主搭配红色的蕾丝 服装部分融入了中国风的元素 领子部分采用了旗袍领子的样式 本期服装也是由我妈妈来进行制作的 以前妈妈也做过很多件旗袍 快给妈妈点个赞吧 这件服装一共制作了一周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记不清跟妈妈一起做过了多少件衣服了 每次都是新的尝试 从一开始一样画条到现在自己创作 我们都在一步一步地成长 所以只要每一天进步一点 那么再往前看时 就会是进步了一大步 好了 我们的全部手工部分就完成了 本期视频展示的小姐姐 也是一个很萝莉的小姐姐哦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身效果吧 我们来看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